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娜塔莎 红豆尼的朋友们 又问了红豆尼什么的问题呢 如何尽快适应新环境 又出现两个字了 尽快 不要再问尽快 时间跟速度这件事情 对每一件事跟人事物哦 你们都要有一个很好的观念 我们的生活最好的是 最恰当的速度 如果你可以在你的人生当中 找到一个最舒服的速度 这是最好的 这个题目呢就是 如何适应新环境 这两年我们经历了疫情 有时候环境的改变 不见得是你主动的改变 那些被动的改变 是逼你要改变 去接受新的变化 新的人事物 新的环境 新的时代 适应啊 这两个字改成 顺应 角度跟观念一改 你会觉得比较舒服 当你的生活有了变化 当你的环境有了变化的时候 你能不能找到 顺应变化的这样子的态度 你就能够掌握 顺着流走 安住身心 随遇而安的秘诀 你就觉得 这一切的变化 是为你带来很好的发生 我们用顺应的角度去看 要怎么样找到一个 适合自己的方法 接受现在 你生活周遭所有的改变 智盈你选几呢 我选三 选三的同学 选三这张幸福卡叫做 母亲 人啊有一股力量 如果你有你要守护的东西 你就随时随地 你都有力量 你都有能力 可以去迎接任何的改变 或任何的新环境 智盈你要找到 你要守护的东西或人 那现在你可能还年轻 你就没有这个目标啊 所以你可能你要找一下 你要守护的对象 那你就可以做到最好的改变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一的同学 选一这张幸福卡 叫做爱丽丝慕游仙境 你们遇到任何的变化 新环境啊改变 你们就是急躁 然后病急乱投医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啊啊啊啊啊 这样子 是你们自己哦 把进入一个改变 或进入一个新环境的这个节奏 搞得乱糟糟的 稳稳的慢下来 是面对新环境的变化 面对改变最好的策略 不要想要什么快速啦 也不要着急 安住身心 是你们现在最好的方法 时间一经过 哎你也就适应了 也不用急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二的同学 选二这张幸福卡叫做顺着流走 有时候其实你啊 在环境的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是你内心那种不顺的感觉 你每天啊就觉得不顺 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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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这个题目我要把它改成顺应 当一个环境在改变啦 就像你看这两年疫情 真的你每天呢 都有可能觉得不顺 因为事情总不会按照你以为的这样发生 太多的变化 你自己的内心 一定要取消那个不顺的感觉 用顺顺的眼光 去看待这些顺其万变的外在环境 变化的是外在 只要你的内在呢 很安定 一切都会顺着起来 你就会掌握那个脉络哦 你就会掌握那个变化哦 那个变化不是逆向的 不是逆式的 也不是逆风 而是顺向顺风 顺势而为 千万不要违逆 现在所有的变化 最后我们来解答选四的同学 选四这张幸福卡叫做转换 此路不通就换一条路啊 虽然啦 刚刚已经改变了 那现在难道不能再变吗 你一定要用不断不断不断的弹性变化 来因应现在的局势改变 新环境很新 新的变化也很新 你自己有没有那种 实时可以弹性调整改变的那种态度呢 这就是你顺应新环境 或顺应改变的绝招跟秘诀 在这个世代其实瞬息万变 每一个人呢都不断的要去迎接 或顺应现在整个世界新的变化 过一阵子可能各个国家都要解封了 你开始会搭飞机 你开始会出国 那个会跟以前一样吗 可能不一样 我们大家都回不到两年前 回不到过去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 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 你怎么样顺应这个改变 就是未来你可以掌握 丰盛富足最大的秘诀 这颗心的安住很重要 顺应局势顺着流走的心态也很重要 希望大家呢 在不顺的时候 可以找到好的方法 让自己明镜静下来 保持弹性的去改变 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红豆泥抽幸福卡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